第七十八集 黄神小心地抚摸着那绣花 甚至欲掉下泪来 很久她才看着我说 谢娘 真没想到你有这样好的手艺啊 这绣花 是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呀 我挽了她的胳膊 柔柔地笑着说 善儿快拿去给那黄老爷吧 可耽误不得的 黄婶一边点头 一边将之前她洗好的那些衣服 收拾在一个包裹中 才走到门口 她回头看了我 想了片刻问道 谢娘啊 你的丈夫回来了 你们是不是就要回去家乡了呀 我没有想到 她会问这样的问题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是悄悄地跌了头 黄婶略有不舍的声音响起 婶儿知道也留不住你们 不过若是下江南 这天马上就要凉下来了 若是下了雪 就不能走水路 旱路又太远 不如你们就在这里住到明年开春吧 我看着黄婶的眼睛 她的眼睛里有期盼 我朝她笑了笑 婶儿 这事还要从长记忆的 如今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地恢复 肯定还是要再打扰你一些时日的 黄婶儿点了点头 又看了一眼站在门边的西鹤 她也是轻轻地点头 黄婶儿 还得麻烦你一段时间了 这算什么 你们在这里 我这老婆子可高兴呢 说吧 四十稍稍放心下来 转身去了市镇 我走回屋里 西鹤站在门边 看着面带憔悴的我说 你也没有睡了 去休息一阵吧 不论去哪儿 什么时候去 起来了 我们再商量 我素来不是贪睡之人 醒来的时候还未到晌午 可是周身空空一片 没有人影 仿佛昨日李西鹤到此 只是我的一场梦幻 我披衣起身 黄婶儿去了市镇 不到傍晚是回不来的 可是我的身上 分明还有西鹤的玄色披风 黄婶儿家南边一间 是烧火做饭的造房 正中算是厅堂 北边的两间 是休息的睡房 屋子很小 是最普通的农家 屋前有一个小院子 当中有石魔和水井 我在屋前屋后里外 找了好几圈都没有看到 西鹤的身影 直到晌午过了 还是不见他 心里不免焦急了起来 又有一些担忧 他这是上哪儿了呢 我终于出门到村中问问 就见西鹤和一个男子 向这边走来 仔细看去 那男子正是黄婶儿的儿子 谢娘 前夜里村子进来投野牛 毁了不少的庄稼 我上午来想告诉我娘 别去地里了 可巧他已经去了市镇 这不遇到谢兄弟 他便去帮我们增个人手 皇上的儿子憨厚地笑着 一面感激地看着西鹤 嘖嘖地称赞着说 之前我们赶那野牛弄伤了他 野牛发了狂 大家都不敢靠近 可巧谢兄弟来了 只两剑就把野牛射死了 身手真是好啊 他还想往下说着 西鹤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黄大哥过奖了 这没什么的 已经在家乡 我们也总出去打猎 这是该有的本事 西娘胆小 再跟他说 下次他可就不许我去了 我示然一笑 有一些责怪地说 下次去便去了 只是要先告诉我一声 醒来不见你 让我着急 我先回去 晚上和娘过来吃饭吧 这野牛打死了 大家都能分上肉呢 晚上我们就炖来吃吧 没受伤吧 素文野牛力大难训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西鹤轻轻地用手放在我的唇边 我睁大了眼睛看他 他的脸 在阳光下有着 节节明亮的神采 别担心我 这与战场上 生死一念尽相比 实在算不上什么 傍晚时候 黄婶回来了 面带喜色 那李老爷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多给了他工钱 黄婶买了些好菜回来 本想着做一顿好吃的 正巧他儿子也要我们去吃饭 便拿去一同做了 西鹤竟不知从哪里得到一身庄稼人的衣装 换好了 要与我去黄婶的儿子家里 一出来被我看到 我便不由地笑了起来 笑什么 他有些不自在地看着我问 我眼口细笑着说 从前见你都是锦衣华服 却没有想过 你穿了这样的衣裳 是什么样子呢 如今看来 还真是不习惯呢 只要穿啥 不想怪异就好 这黄大哥衣服 我穿啥也算是正好了 就是短了点 明日里我给你改改就好了 我仔细地看了看西鹤 即使穿着最普通的百姓的衣服 他与生俱来的气质 依旧没有被磨灭掉 西鹤拉拉拉衣服说 没想到 你还会做这样的活计 要我说 做个穿穿也行的 你就不要劳累了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比起绣插瓶 可是简单至极了 你可别小看我啊 说着 将一边挂着的外挂 披在了他的身上 好了 天又冷了 改日我们去市局上 我给你买几件衣裳吧 你带来的那些 我看了看 和我带的那些都不适合在这里穿 还是太过精良了 是啊 那些曾经根本不会穿的东西 不想再铭接 也是上品了 不过 我现在觉得 还是这样的衣服 更舒服一些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 同样的灰蓝粗布的裸裙 会心的笑了 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自进宫之后 即使是最初与西鹤相遇的时候 虽然那时 我只是如同虚设的皇后 但是依旧借敌于自己的身份 心中挣扎惶恐 得到了沈西瑶的宠爱 这样的笑容 就更加的不会出现 我要面对的 是那深不可测的后宫相争 虽然 我只经历了很少 可是 心确实一直旋起不曾放下的 就是这样 我却依旧 是一次次陷入危险和困境 一次次遭受磨难 想请母亲在我进宫前说的话 她说我太过纯凉 心太软 见不得别人待我好 更看不得别人受苦 这样 在那深宫中是要吃大亏的 可是 这生来的东西 如何去改呢 也许 如果我没有出宫 很多年后 会被那里历练的铁石心肠 心思缜密 虚语微移 取义缝影起来 只是那样的女子 却又是我最不耻的 唯一的方法 只有离开吧 就像如今这般 如此 现在的状况 与我 也是适合的起所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黎黄 那晚 我们聚在黄大哥家吃晚饭 因分了肉 黄婶又买了菜 因此十分的丰盛 黄婶举起一杯米酒 对我们说 谢娘与谢郎能够再相聚 真是老天眷顾 婶在这里 祝你们夫妻和和美美 幸福平安 我与西赫相识一笑 举起了酒杯 多谢黄婶 谢兄弟 我也敬你一杯 你身手真好 若是你愿意 可以教教我吗 黄大哥也举起酒杯敬西赫 西赫点点头说 其实弓箭这东西 将就熟能生巧 黄大哥若感兴趣 我自然可以教你 黄大哥憨厚的一笑 他又仔细地看着我们说 那我先谢过了 要不是我娘说你们的事 我怎么也不能将你们想象成我们装护人家 是啊 谢娘你们看起来 可比你老爷家的人还要有 还要有贵气 黄婶也是点着头 他想了想 终于是想到一个词 我一惊 但也是并不知惊 毕竟曾经近二十年的生活的印记 是抹不去的 西赫谦逊的一笑说 我家中虽不富贵 但也算殷实 祖上有种独树名理 可能会与一般人不太一样 黄婶似乎想起来一件事 如同将句文一样讲给我们 啊对了 今天我去李老爷家 他们将要搬去京城了 不过这村中有幢宅子 便托我问问 村里有没有人想买呢 他刚说完这一番话 黄大哥笑了起来 娘 是村头那间吗 咱村里谁买的酒 黄婶知道我不清楚 便对我说道 李老爷本就显着屋子建的偏僻 他们平日也就是夏天来住一住 我想啊 他也就是随口一说 这皇家村里 个个都是贫苦人家 谁能买得起哦 不过啊 却是个好地方啊 屋前是一汪湖水 后面是青山 要说这有钱家的老爷 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那屋子周围多美 却不是农家住的地方 我放下了筷子问 黄婶 为什么这样说呢 黄婶笑着看着我 这屋子 在村头那座小山的另一边 这小山与后面的大山中间 是一条小河 这屋子 建在河的那一边 中间是条竹桥 屋子后面就是山了 没有可以种庄稼的平地 若是庄稼种在村前的地里 虽然从那里过来也就两克种 但是每天一出一进 很是不便 自然不如在村中方便了 不过啊 离关道倒是近一些 改日我带你去看 那真是一处好地方嘛 我点了点头 西河看了我一眼 对黄婶说 黄婶 不知明天 可否带我们去看看 那屋子半淋在水上 前面是一汪碧水 远远的在两山开阔出 浩渺成一片 屋的两侧 是平整的草地 最后一大片低矮的树木 照黄大哥的说法 那都是果树 不远还有高大的玉兰 挺秀的樱树 水边还有几棵垂柳 屋子是用竹子修建而成 不大 屋檐狼角上都挂着铜铃 风吹过时 一片晶莹安和的声音 屋前同是竹子修成的一道平桥 自然淳朴地点缀在 碧波荡漾的水面上 我闭了眼 仿佛看到这里的春天 桃里芳飞 柳性暗土 风冻梨花 淡烟软月 我与西河相视一笑 西河对黄婶说 黄婶 不知村里可还有土地或者房子卖 村里土地有人卖 但是房子却没有 毕竟都是几倍人在这里了 一般是不会卖的 唉 那我与西娘若想常住 只有买立老爷这宅子了 你们不走了 不走了 与其到人生地不熟的江南 这里更好 更何况 我相信是老天让我们留下的 这是我跟谢娘的缘分呀 我微笑不语 黄婶精神上来了 却又有一些担忧的对西河说 这房子李老爷开价两百两 我明日去与他商量 多少银子你们觉得合适呀 不如这样 我与您一同去可好 也好 只是你们的银钱够吗 要是不够的话 我 多谢黄婶了 我想还是够的 第二天 黄婶带着西河去了李老爷家 回来的时候 那房契就在西河的手中了 谢兄弟 我这几日找几个兄弟 帮你们把这屋子收拾收拾 娘 你与谢娘一起到镇上 买些用具回来 黄大哥对我们说 西河站在我的身边 脸上也是满足的笑意 过后几天里 黄大哥带了村子里的汉子 一起帮我们修补了屋顶 也按照我和西河的意思 更改了房间的设置 其实李老爷的这处宅子中 倒是什么都有 也都是中上等的东西 只是可能仅仅用来削下 再加上平日里没有人 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 自然还是不够齐全的 我与黄婶去镇上 买了一些家用的锅碗瓢盆之类 还有其他的一些必须用到的东西 在入冬前 一切都收拾妥当了 搬家的前一日 我与西河并肩躺在床上 毕竟这间屋子狭小 若他睡在地上 也会让黄婶起疑心的 不过西河是千金君子 我们自然是指护礼的 雷儿 明日我们就要搬进去了 你可开心 他轻声地问道 我闭了眼睛 从明日起 我们便要过新的生活了 西河 你可愿意 到现在 你还要问这个吗 他转了身 拦我入怀 我的内心挣扎了一下 中还是没有挣脱 这样的生活 是我一直梦寐的 如今成了这 你说我愿意吗 他用下巴摩缩着我的头顶 我朝他的怀中 微了微 谢谢你 西河 我低了头 眼睛中充满深情 我的心在那目光中 一点点陷落 他用鼻尖 来回地蹭着我的鼻尖 弄得我痒痒极了 心却是忐忑的 他要做什么 我几乎已经猜到 只是 我该允许 还是拒绝呢 就在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唇便是贴上了我的唇上 他的唇很软 带了湿热 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 却无力 却无力 也无法推开他 这个吻很长很长 几乎要吻尽我一生的时光 西河 我 我在他微微松口的时候 难难地说着 维尔 我真开心 他的声音里都是密 揽着我的腰的手 加紧了力道 我低了头 不好意思地躲到了他的怀中 他的胸膛宽阔 而且温暖 令人觉得安心至极 好似离家许久的旅人 在归家时 看到暗夜中属于家的那一盏灯 所有的黑暗 与疲惫皆是退去 只想沉浸在那片温暖之中 他揽着我 虽然我感受到他的心跳动得厉害 手也是热的 但是他长长地喘了口气说 睡吧 明日 还要早起呢 我几乎也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心中 却已经下了决心